大家好,我是杨丽 朋友们,退网把我累了 现在这互联网上都没有人骂我了 这一期我本来就想写一点别人骂我的事 结果打开胃口,没有人骂我了 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不是说好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吗 你知道我要想写这个东西 我就得先了解它 但互联网这个东西是这样 短时间内你很难了解 但是却很容易沉迷 本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还在那一朽一朽地了解互联网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我一个段子也没写出来 但已经学会了三种舞蹈八种妆容 以及十种和喜欢的人推拉的恋爱技巧 他们说想让一个人喜欢你 你要学会推拉 不要太热情 不要老找他聊天 你知道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 我试了一下 现在已经跟我所有喜欢的男孩子们都失去联络了 这一期啊 确实在网上骂我的人不是很多了 他们都忙着骂我们这儿的其他人了 我就感觉大家在现场的时候明明挺随和啊 为什么一上网以后那么严格呀 来我们这儿的领校园特别是女的 来一个说一个 再这样下去只能由我来当领校园了 而且 你就天天生气 人家为什么不懂脱口秀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还质问李 但是说 为什么不能请一些懂脱口秀的人来 因为懂脱口秀的要在台上演脱口秀啊 真的 现在录节目之后太难 录节目是对你情商的极致考验 这一季不是斯文回来了吗 你知道莫名其妙 不是 不是说他回来的莫名其妙 是 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 就觉得我跟他关系不好 我们来也没什么 就因为我们都是女生 你知道 觉得我跟他关系不好的 比觉得程璐跟他关系不好的人都多 还有人挑事儿说 现在斯文回来了 你们觉得你和斯文 谁才是真正脱口秀女王 我说 李雪芹 其实网上为什么老吵架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 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经历的事儿不一样 没经过事儿你很难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体验 就是去年我跟我妈开始能互相理解了 在我爸去世以后 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在床上躺着 我说 妈 要不其实你还挺年轻的 才五十多 要不你再找一个吧 她将来也能照顾你 我妈想了想说 不啊 我现在一个人多好啊 就是自有自在想干啥也没人管我 我说你现在理解我了 我说其实我也那么一说 我也不是真的想让你找一个 我是怕你后半辈子以后就要跟我过了 她说你现在理解我了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都想讲一下 我爸去世这个事儿 我真的从这件事情上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你知道农村那种葬礼你们参加过吗 农村那种葬礼是那样 就是他不是在一个地方举行 他要从你家 然后去墓地 这一路上你们要在街上走 然后所有人 所有人村民们都会来围观 你知道 围观的时候他们要看 一边看还一边评论说 你看这是他女儿哭得多惨 他好孝顺什么什么的 你知道那种压力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然后那天早上出发之前 我就发现我弟一直眉头紧皱 他特别紧张 他跟我说 他说姐 我压力好大呀 我担心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哭不出来 我说没关系 我也哭不出来 他说好 结果我不知道那天我咋了 我一路上大哭 哭得跟我出生那天一样 然后我弟 他本来就哭不出来 他看我那么哭 他越看越生气 他更哭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他以后 就是我们村最大的不孝子了 然后我就一路回到家以后 我还坐在那儿 然后情绪也没有走出来 我就看见我弟一个 一米八大汉 怒气冲冲 一直盯着我 然后向我走过来 然后他狠狠盯着我 他说了一句 他说 姐 你这样也显得我 太不孝顺了吧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他这句话 一下就把我从那一阵的 悲伤情绪里拉了出来 然后我也不想他太难过 我也想逗他一下 我说你知道我们做艺人的 有的时候有观众的时候 别人就是不太一样 然后他也笑了 当时我就明白一件事 就是不管你遇到 多么难过的事情 永远有人能让你笑出来 还有家人能陪伴你 我还明白另一件事 就是不要只相信 你眼前看到的那一点 就像那些村民 只知道我是在葬礼上 哭得最大声的那个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爸生病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是我弟每一天都陪在他身边 没哭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大家好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四年参加退口秀大会了 还是单身 不知道咋搞的 而且每次有人听到我是单身以后 就会有一些姐妹说 你也单身 我也是 看来啊 咱们搞笑女 就是注定没有爱情 醒醒吧 姐妹啊 说句不好听呢 咱们没有爱情 不是因为咱们搞笑啊 不要在生活中自称搞笑女 因为据我的观察 凡是自称搞笑女的人 可能不光没有爱情 甚至都不太搞笑 你知道因为 真正搞笑的人 没有人自称搞笑女 我们都是先自称美女 然后旁边有人说 她有点搞笑 怎么听进去了 搞笑女 确实谈恋有点难 因为你知道 我们常常这种就习惯了 当我们见到一个男的的时候 第一反应 不是用我优美的姿态吸引她 而是用我滑稽的行为 逗笑她 有一次我不知道咋的 我就跟一个男生说 我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给自己改个名字 就叫美若天仙 她也没笑 我说你不觉得很巧妙吗 你想这样就没有人 有办法骂我了 她骂我的时候 都会像在夸我一样 说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她听完说 可是我有办法骂你 我可以说 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也不照着镜子 我说还是你搞笑 搞笑难注定 拥有爱情 加油吧 何广之 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但我身边的人都一直在谈恋爱 我发现很多女生谈恋爱 她现在追求的 已经不是幸福了 而是一种刺激 你就感觉 她们的原生家庭 应该是有一些创伤 就是她爸从小应该就没有打过她 所以她谈恋爱 唯一的目的就是吃苦 所以她在人群中选男朋友 就跟我奶奶 在锅里选排骨一样说 给我来那个最烂的 最烂的 就是她了 我就是要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再经过一系列的争吵 猜忌 劈腿 复合 冷暴力以后 我每天再也不用加班了 我要在闺蜜的怀里 哭到天亮 可是姐妹们 你们谈恋爱是谈爽了 你们考虑过闺蜜的感受吗 你知道我这两年 一场恋爱也没谈上 那个苦是一点也没少吃啊 就是一宿一宿给我熬的 我有的时候都忍不住怀疑 我闺蜜她根本没有男朋友 她就是在我面前演戏 唯一的目的就是熬死我 关键是 你真的摸不透一个恋爱中的女的 是咋想的 就是她前一秒还在跟你说 她太过分了 杨丽我再也不理她了 我刚起了一个大发 我说早就跟你说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说我们和好了 我说除了你男朋友以外 真的想不通 我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就问她 我说她这么折磨你 你为啥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她说杨丽 这就是你不懂男人了 我说也是很久没有人这么说过了 你们有看过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吗 好 没有男朋友 我看过 你看看 来抓我呀 抓我呀 那我不是真的想看她的内容 我是享受那个沟通和辩论的过程 你知道吧 我一般都是先说说 来你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 然后她就特别激动说 我最烦别人看我手机 我说 那我最烦别人烦我看的手机 她说 你要非要看我手机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说 你要是说我不相信你 就是不相信我相信你 快她倒吸了一口气 她说 那这样 你要是非要看我手机 那我也看你手机 我说 那我不看了 就没有手机一样 你知道吧 那这样 咱以后就说好了 从今以后 我也不看你手机 你也别看我手机 咱俩对待恋爱的态度 就是各玩各的手机 我现在不用看别人手机了 因为我养猫了 但我特别受不了那种 把猫当儿女养的人 那我觉得现在人好奇怪啊 非要和父母当朋友 然后再去当猫狗的父母 就是你经过猫同意了吗 而且猫多高冷啊 我常看那种短视频 那个女的特别兴奋 说妈妈回来 来来妈妈抱抱 然后那个猫就这样看着她 好像在说 你是谁 跟谁没大没小呢 叫爹 我养了一只 小母猫 叫嘟嘟 我特别爱她 我在疫情期间幸亏有她 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人 都是她陪着我 然后我们两个 每天在沙发上看电影 我真的觉得挺好 结果没想到 一个多月以后 她突然就开始 整夜地乱叫 你知道本来就出不去 现在就更烦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想让一个女性闭嘴 这样我很欣赏 这种直接的表达 我也觉得我们女性 想要什么 应该勇敢地说出来 但是 能不能真的不要再喊了 你喊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就你这样吗 现在叫我是杨毅 好 接下来的这位 也不高兽了 掌声欢迎 杨毕 杨毕 加油 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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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 大家好我是杨毕 这一期真的好难对我来说 因为我有点不知道讲啥了 我感觉现在的人都非常脆弱 都经不起调侃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他说杨毕你还可以调侃你自己 我说可是我也很脆弱呀 我也是现代人啊 而且我都已经做了两年艺人了 我现在更脆弱了 你现在别说讽刺我 我现在就是每天听不到那种虚假的夸美 我都受不了 就是这种感觉啊 但是没有的话想说怎么最近没有人骗我了 我都这么不成功了吗 他们都去骗谁了 徐志胜吗 所以你们知道在上海那两个多月我哪儿最难受吗 就是有两个多月都没有人夸过我美 我当时想说这种丑日子 我这种美人怎么过得了 这两个月真的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 我现在整个人已经变了 从里到外都变了 我跟你说这两个月我每天在家 扫地洗衣做饭脱地打扫卫生 我这么是跟你说吧 我现在的生活离家庭主妇就差一个家庭了 我现在出差都要求 所以我必须住大酒店的大房间 因为面积小的都不够我扫的 所以我看到那种越脏的地方 我现在就会越兴奋 就比如说那种大学宿舍啊 还有什么马路上垃圾堆啊 还有这些退伍秀演员的内心世界啊 我们那种脆弱 我们那种脆弱 真是一条款 真的 但这两个月 真的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 我才发现人呢 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能太闲 人一旦闲下来 待在家里 很容易主动联系自己的前男友 门 真的我算明白了 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都是因为马儿可以在外面自由地跑 就是 当你把马圈在一个屋子里 你看他吃不吃回头草 他能转着圈吃 你知道 一边去 一边还跟同伴说 咱不当马了 咱当驴 我觉得 不光是我 我感觉他还都这样 我都在家 我都担心 你听我说这要再这么下去 能解封的时候 我们公司这些同事不会都复婚了吧 一个人真的太难熬了 寂寞 24小时 为什么这么长啊 你就会想找人聊聊天 我说我不行 我要去联系我前男友 还问我朋友 我说 我怎么跟他说啊 我第一句话说啥 我好紧张啊 我朋友说 没关系 无所谓 你说啥都行 因为不管你说啥 在他看来 你都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然后 我就发现他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就开始找各种话题 你知道吗 我会给他发我的猫 发我的猫 我说你看可爱不 他最近又长胖了 每天都发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我好像《甄嬛传》里的齐飞哦 就是为了让皇上多看看我 每天只有一句台词 说你看皇上三阿哥最近又长高了 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 有一天 他终于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生活了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他说你看 这是我女朋友可爱不 我说 有女朋友了你不早说 你女朋友爱聊天吗 咱俩能不能拉个群 这就叫相亲相爱两家人 你知道我有一次 在演这一段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观众就一直这样盯着我 他也不笑 我说你咋了 他说丽姐 我不喜欢看到你这种谄媚的样子 我说 那对不起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谄媚 你不喜欢有什么用 我妈很鼓励我这样做 我跟你说 这种朋友 他就是没有被隔离过 我现在都理解了 为啥过去的妃子那么爱宫豆 因为闲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他有机会出去工作 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特别忙又成功 他根本不会公斗 只会每天给公公塞钱说 拜托你的李公公 求求了 今天晚上让皇上千万不要翻我的牌子啊 我没时间啊 明天早上我还有六个会 咱没有条件过这种皇上阿哥热炕头的生活呀 让他去齐飞那看看吧 听说三阿哥最近又长高了 所以今天你知道 我又回到了这个舞台 就是因为疫情让我明白工作有多重要 而且我已经跟我前男友的女朋友说好了 在我和她之间 至少又有一个女人要好好工作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顺姐 他考你一下 他提到的《甄嬛传》那几个细节 哪一个是假的呀 假的 其实我们学习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挺渴慕的 雅丽之前还说想去乘风破冈的 这个反应很真实 我很喜欢 你要去吗 你要去的话 你就别去了 不是 就是你要去的话 我估计也存活不了多久 对 很难 唱歌跳舞我真是一点都不行 他可以去观察室 对你可以去评室去 你去当那个叫什么50个评审团吧 我不敢说呀 不敢说话 你多敢说呀 就缺你这样人 不敢 我已经得罪另一部分人了 这一部分人不能再得罪了 好的 恭喜杨丽获得四灯 成功晋级 升上张老板 太难了 太难了 进了就是好事 我是觉得这些段子是能写得挺好的 但是由于我也没有时间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 今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就是想讲纯技术 想在技术上做得更好 我是能感觉到杨丽一直在进步 经历了很多事情 经历了被很多人喜欢 经历了被很多人不喜欢 我觉得她今年是在找一种 怎么样让大家更了解她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对杨丽的期待 就是因为每一次都看她脱口秀上 特别精彩 她怎么每一次都能写出这么好的本子 我就不明白 我特想采访她 她适合隔离 反正她 就是她今天讲的那些 就太生动了 名额就剩一个了 一个了 哦